今天的这种上工怎么看呢 创一板呢 毕竟也走的还可以 多数个股是上涨的 实际指数呢一直呈现的 这个小幅反弹的这样走势 但是好像似乎个股 不怎么动是不是主力没有动啊 那我们到底动不动啊 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这个地方的指数的走势我怎么看 我们小散户 到底应该怎么办 起名给今天给大家一个明确的 意见啊 我们先来看看指数啊 实际全天的走势呢 我感觉还是可以的啊 你看接近3000只股票在上涨 并且超过5%的股票 也有260多只 虽然不算多但也不少啊 下跌超过5%的呢 那么高不到60只 你说没有热点吗 有啊有些热点 你比如说像什么汽车整车呀 汽车理工部件 酿酒啊 家用清工啊 还有教育啊等等 像汽车一体化呀 华为汽车呀等等 确实有一些热点 并且早盘 大家看大科技还是在动的 是不是 而且涨的 现在营工智能涨的 又这都不错 算力呀 涨的都不错 但只不过后边又回落下去了 那这个地方怎么看啊 其名给一个明确的观点 我认为呢 上证指数在这地方这么 你们说强不强 我认为不算太强啊 两市呢 今天成交量 一共有九千六百多亿 按理来说九千六百多亿还可以啊 但大家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上面指数啊 最后呢 我再来说策略 跟关于板块方向 我给大家一个初步的方向啊 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 实际呢 它是在春节之后的 这个平台的下轨附近 盘了这么多天了 已经盘了这么多天了 看到吗 实际一直没法向上突破 今天最高的 跌到三二三九 这就盘整天数似乎太长了 前面呢 是三四一八之后 一的卧下跌 再一卧下跌 三一六八 三二六八呢 就是说上周四有个三一八零 按理来说呢 如果它市场要是真的强的话 就是主力资金真的应可这个位置的话 它应该探在两个低点之后 如果它因为是点 它应该迅速的上攻 迅速的脱离成本 这才是对的 但它选择了这种 没有力度的上升 你看周五也是 我们说上涨超过百分之五的 加速股票数量不多 二百多只 我说周一必须补上才能行 周一也没补上 也有个二百六七十只也不多呀 另外来讲 我们发现 创业板在第一位 一会儿我们还要是 但是真真真真动的板块 大家你看 你看从动的板块当中 就能看出这地方行业的性质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实际有些时候呢 其名一贯是把板块跟个股综合在一起 指数综合在一起说才有力量 因为这指数是板块合成的吧 因为启动的板块它不行的话 能说它一定就行吗 你比如说上面指数在这边 银行调整 券商不动 地产不动 还有保险不动 白酒动的今天是 是吧 还有汽车的 有些动动 很显然白酒呢 今天这个位置上看 虽然它有可能延续反弹的可能 但是低位震荡在所难连 一个震荡这个指数就不好办 因为银行等大金融再调一调 这就很难说 另外中特估这个方向 基建方向也出现的调整 所以说上证指数实际是并不乐观的 但是呢 这个位置要足够低 怎么办呢 可能还有一个小幅的整理 我判断啊 大家注意啊 技术分析常用的理论 就是说这样 如果是一个弱势的整理 前面是下跌 后面也应该是下跌 所以说判断可能还有一个回撤 这个地方呢 要注意板块的节奏 不要过分的激进 这是我给大家的意见啊 但是不过呢 3200点下方呢 也极其有限 这个位置随时随地 如果要出现一个有力度的阳线 很多板块板 涨幅度超过百分之二 那到那个时候 那就是转折点 现在这个爆发点还没到 我们必须耐心点 那耐心点怎么办呢 我给小散步的策略 我给我们这些韭菜吗 我们都是韭菜吗 是吧 策略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要关注板块的节奏 愿意做 水平还可以的 你愿意做就做一做 不愿意做一做 等一等也行 这地方的成功概率 我估计一般的水平成功的概率并不高 如果你要打阵地战的话 还非输不至 它不持续 你们没发现吗 个股也不持续 这是我对上个指数的看法 你要是从60分钟走出图上看 这个地方的盘程已经足够 时间足够长了 是不是 确实是太长了 这么长的时间呢 它就不像是 不像是四浪 那这个四浪似乎是60分钟 四浪也太复杂了 是不是 太复杂了 所以说呢 这地方浪行上还很难判断了 很难判断 不过呢 这样的结论是有 就是下跌之后的横盘 大概就还有下跌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讲 不应该太激进 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的走势 创业板呢 老赛道今天有点动作 出现了这种小人 但老赛道大家发现 就是没劲啊 有力度的阳线 没有 我们说它的位置足够低 足够低 但不一定就不 不一定就长 它创了三年以来的新低 是不是 所以说这地方创业板 急需出现有力度的阳线 跟有力度的板块 合成为创业板的一个中大阳线 才有这明显的反转的意义 在这一天没有出现之前 就是一个震荡盘底的 这样的一种走势啊 科创网50指说啊 今天还调整了 那创 半导体也应该去调整 然后大家注意啊 昨天呢 包括今天早晨的盘前网块分析 我也说了 这个阳线呢 更像是下跌之后的反弹 还要确认一下 确认这个前期低点之后啊 确认这个前期低点之后 我认为这个地方就站稳了 所以说呢 科创网50也是一个盘底的走势 那么这几个指数呢 你看 判断上的指数呢 可能有一个小幅的回落 创业板指数呢 在盘底 科创网50指数呢 也在盘 所以说呢 这里面就是板块的节奏 你说有没有板块 有没有热点 有一些 你包括今天启动的 实际呢 这个家电 我们一直说走势还是可以的啊 另外这个汽车零部件 汽车整车这块 尤其是汽车零部件 走势还是不错的啊 但你看一看 化工呢 也有一定稳住的动作 但总是不是那么太强 热点总是局部的 是不是 就包括今天动的白酒 白酒呢 这个东西 我因为它站稳的可能性 已经很大了啊 但是它即使是大 它这个地方也不会这么 直接这么一行长 它一个震荡走高的这么方形 上午呢 我们第一时间也点平了白酒板块啊 先按照反弹去做 这地方是关键的关键 就是板块的节奏 你看哪个板块动了 我们可以时常的参与参与 而且还得以游击站那么打 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 还得跑 然后最后呢 等到真真正正盘出底部了 出现一个有明确的信号 这个时候我们再大力做多 还有一种交易思路 说既然这个位置足够低 我选择板块选择完了 我直接埋伏进去行不行 我就等着 慢慢靠 也是可以的 但其实前提是 你方向一定要选对 你方向能确定 你一定会选对吗 恐怕不一定 因为我们A股的持着大了 五千多只股票 即使是指数涨 有一些板块 也不一定就是上涨了 所以说这个矛盾在这里面 你要是能够很好的解决 这个矛盾点 我认为倒是可以的 更多的明天早晨 七点钟的板块分析 我们再见